接下來我們問的是 滅火器 這是滅火器 請問你 哪個東西的滅火器 是噴進去火源 才產生的 酸解滅火器 是倒置之後 裡面反應產生 二氧化碳噴出去 二氧化碳滅火器本來就是二氧化碳 噴出去 好 泡沫滅火器也是類似酸解滅 只是放的成分不一樣 所以只有乾粉滅火器 是把乾粉用高壓的 氮氣噴進火場 受熱分解才產生 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答案的選擇是C 我們答案選擇是C 請問你泡沫滅火器 這個相對而言比較不重要 因為現在不太會考 不過剛才已經在獎金上已經有寫了 他是誰 他是誰 不過你可以猜一猜 也可以猜出來答案 猜一猜也可以猜出來答案 好 可以猜一下 哪一個 黃維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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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我剛跟你講過了,哪一個需要倒置 我講過了,我剛跟你講過,有個N1不好用 所以現在比較不會用,因為它需要倒過來 因為它需要倒過來,所以它不太好用 楊晨宇 小時候用的所謂的酸鹼滅火器 它就是要倒置,然後又很重 所以使用上不方便,現在已經算是被淘汰了 你看看不見了,現在都是用乾粉滅火器 這就是有關一些滅火器的內容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OK嗎?OK?很好